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302集 林大人歇息的这处片点叫做文心阁 正挨在乾清宫旁边 高公公将他领入 只见房内紧衣玉被刁篮石壁 布置的富丽堂皇 四个美貌的小宫女小心翼翼地伺候在一边 低头不敢看她 这一宿又是乾清宫又是天牢的 还差点被人设成了刺猬 林大人纵视铁打的也早已疲累不堪 只是见了四个小姑娘顿时眼前一亮 不会吧 还有漂亮的服务员小姐 林大人 您看看 还缺些什么 奴才这就给您置办去 高公公望着他躬身道 这都几点了 还置办个屁 等你回来天都亮了 还是让这几个小妞来给我按摩按摩才是正经 林婉容笑了一下道 嘿嘿 公公不必客气了 蒙皇上恩典 这地方好极了 我很满意的 她想起今天早上出门时 大小姐不知道去了哪里 而自己又到这个时候还没回去 那丫头也不知道急成什么样了 便拉住高平道 高公公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办件事啊 高公公急忙道 林大人太客气了 有什么事儿 您老尽管吩咐就是 林婉容笑着道 嘿嘿 是这样的 我今夜歇在了宫中 但是我家里人尚不清楚 不瞒您说 我家里有一个老婆很善于吃醋 我要是不对她交代一声 她准得以为我又在哪个红人青瓜那里窝着呢 您看 能不能派个人替我传声话 就说我今天歇在宫中 我不回去了 高平犹豫了一下 为难道 林大人 皇上吩咐过了 让您今晚就住在宫中 哪里也不要去 还说这消息谁也不能泄露 否则就要杀人头诸九族 派人去您家里的事情 奴才可不敢 还望大人您体谅 就在宫中住一晚上 老皇帝还搞得那么神神秘秘 仿佛见不得人似的 不过因为安毕如的事情 老皇帝对他不能完全放心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现在提出要出宫去 不用想也知道是个什么后果 他干脆就闭嘴不问了 秉退了高公公 林大人还在沉思 那四个小宫女互相望了一眼 末了其中一个年纪稍大模样的开口道 大 大人 奴婢青红 请您沐月 啊 啊 沐月 林婉荣 林婉荣抬头看了那几个小宫女一眼 只见她们都是十六七岁年纪 娇艳如花 身段已是成熟 正以期盼的眼神望着她 啊 好吧 沐月 林婉荣笑道 四个小宫女一喜急忙一拥而上 接扣子的接扣子扯腰带的扯腰带 手脚利落 转眼便要将她拨光 喂 喂 你们干什么 男女受受不亲 四双小手在她身上轻柔慢挫 逗得她一阵心痒 急忙骚骚叫道 小宫女青红道 大人 我们伺候您沐月啊 哼 林大人恍然明白了 原来伺候我洗澡 不仅要帮我脱衣服 还要为我搓背洗脚 高兴的时候 老子来个冰火三菲 也是小事一件 而且是几个水灵灵的 尚未开包的小丫头 这哪是伺候沐月 分明就是三陪 妈的 我一定要抵制 这种腐朽堕落的生活情趣 做个凶推就好了 冰火就留待下次吧 几个小丫头 半羞涩半欣喜地 为她解开衣服 露出她强壮的身躯 便拥着她往那边浴池走去 这浴池乃是白浴雕城 池水晶莹透明 不带一丝杂质 徐止情为她找来的金疮药果然是稀释极品 不过两天的时间 她背上的伤口已经脱痂 往池子里面一躺 带着热气的池水便让她浑身舒爽 骨头都似乎清了几分 咦 你们怎么不脱呀 难道要叫妈妈上来 秀脸通红的四个小宫女儿 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 小手拉住衣襟 想要解开却又百般羞涩 林大人也是风月场中的常客 见了这一幕脱口便笑道 大人 什么是妈妈上 那带头的小宫女青红 红着脸孔问道 妈妈上是一位慈祥的老妈妈 她对所有的女儿都很和爱善良 女儿们都心甘情愿拿钱去养活她 林大人耐心解释道 那岂不是和我娘亲一样 大人 我娘亲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妈妈上 一个小宫女儿问道 哗 这个还真是没法比呀 林大人打了个哈哈道 这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比较细微 我说了你也不懂 咦 拖呀 大家快拖呀 拖完了好洗澡啊 几个小宫女儿面色通红 她们也曾听说过别的姐妹 去服侍过进宫暂歇的大人 但哪一个都是谨守礼节 绝不敢对她们动手动脚 没想到轮到她们了 却是遇到这样一位甜不知耻的大人 脱衣服就像切豆腐似的 还一个劲儿鼓噪着她们脱 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 实在是胆大狂妄之极 脸颊如火烧般慢慢靠近林宛容 青红声音颤抖着道 大人 奴婢服侍您沐浴 望着四具烧闲青色 却带着无限诱惑的铜体 缓缓向自己身上贴来 林宛容心里普通直跳 奶奶的小萝莉的滋味就是不同啊 四双小手缓缓按上她脖子 腰间腿间 轻轻推拿着 闻到四个女孩身上传来的淡淡油香 林大人舒服的嗡了一声 挡笑道 小妹妹 手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就是这里 抓住了 不要停 青红小宫女儿听得心里极颤 面色羞红 在她脚踝上捏了一下道 大人 您坏死了 抓个脚踝而已 林宛容嗖嗖一笑 今天一天数度受惊 不找回点厂子 实在对不住自己 泡泡澡调戏调戏小姑娘就是爽啊 小妹妹 我来教你一个很新颖的花招吧 这个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胸推 以后有机会再教导你们冰火 林大人淫荡笑道 几个小宫女儿沐浴宫中多年 早熟得很 一听那胸推的名字 便知道不是什么好路数 一起清脆了一声 林宛容哈哈一笑躺在水里 再也懒得动态 任几个小宫女儿 轻轻摩擦揉捏 今日之事 往她平日里自认强悍无比 可与老皇帝这一斗法 却是处处落了下风 被她牵着了鼻子走 短短一天便急起急路 别人一辈子也难得经历这么多事 放走了安姐姐 老皇帝又把她强留在宫中 还派了这几个资质上等的宫女儿来伺候她 这其中的玄妙实在难以理解 她想了一会儿打了几个哈欠 不知不觉便沉沉睡了过去 宫中这一觉睡得迷迷糊糊 醒来已是时辰不早 那四个伺候她的小宫女儿 却依旧守卫在侧 林婉容拉住那围守的宫女儿道 清红 现在什么时候了 大人 已过沉时 小宫女儿恭敬道 哦 沉时 林大人打了个哈欠 玄机惊道 什么 沉时 怎的没人叫醒我呀 清红看她一眼 五唇笑道 大人 您与别人真的不同 别的大人进宫来安歇 都是战战兢兢 一刻钟都要醒树回 凌晨一过 便谢了皇恩 折出宫去 比那报庚的太监 还要准时 就属您老人家 最不当回事 早朝都过了 也不见您行转 高公公昨夜嘱咐过的 说您不行转 不许奴婢们去打搅你 所以婢子才不敢叫您 哼 她奶奶的 我哪知道这么多规矩 老子一向是数钱 数到手抽筋 睡觉睡到自然醒的 她咕噜一下 自床上爬起来 将衣服胡乱套在身上 急急道 霓裳 霓裳公主 北门 北门在哪里 到达进城北门之时 却见北门 惊奇飘扬 人声喧哗 远远望去城门之上 皇帝鸾驾高丽 大臣侍卫 站立两旁 甚是热闹 北门正对的是 一条宽阔的护城河 河前一片广阔的平地 正中矗立起 一座三层高楼 全是最新搭建而成 楼上扎着巨幅的 红条彩带 自楼顶四个棱角拉下 彩带上小旗飘飘 红的黄的 甚是显眼漂亮 通往正中的高楼的地上 铺了一条狭长的红毯 直通到小楼的正门 无数刀枪明亮的护卫 顺着彩旗站立两旁 气势威严 高贵不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你 cı uhhh 新 robotics